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 是借神化造成的 这样所看见的 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 比该隐所献的更美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 却因着信仍旧说话 以诺因着信被接去 不至于见识 人也找不着他 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 只是他被接去已先 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识 那寻求他的人 罗亚因着信 既蒙神指示 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支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亚伯拉罕因着信 蒙造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 他因着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葬横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 以撒雅各一样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因着信连莎拉自己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 就生出子孙 如同天上的心那样众多 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 是客旅 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此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亚伯拉罕因着信 被试验的时候 就把以撒献上 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 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 论到这儿子 曾有话说 从以撒生了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他以为 神还能叫人从死里护活 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以撒因着信 就指着将来的事给亚各 以扫祝福 亚各因着信 临死的时候 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 扶着帐头敬拜神 约瑟因着信 临终的时候 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 并为自己的海骨留下一命 摩西生下来 他的父母见他四个俊美的孩子 就因着信 把他藏了三个月 并不怕亡命 摩西因着信 长大了就不肯称为 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他因着信 就离开埃及 不怕亡怒 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 那不能看见的主 他因着信 就守逾越节 行洒血的礼 免得 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 他们因着信 过红海如行干地 埃及人试着要过去 就被吞灭了 以色列人因着信 围绕耶利哥城七日 城墙就倒塌了 妓女哪和 因着信 称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 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 一同灭亡 我要何必再说呢 若要一一细说 基甸 巴拉 参孙 耶弗塔 大卫 沙姆尔和众先知的事 时候就不够了 他们因着信 制服了敌国 行了公义 得了应许 堵了狮子的口 灭了烈火的猛士 脱了刀剑的锋刃 软弱变为刚强 真战显出勇敢 打退外邦的全军 有妇人得自己的使人护活 又有人忍受言行 不肯口且得释放 唯要得着更美的护活 又有人忍受戏弄 鞭打 捆锁 监禁 各等的磨练 被石头打死 被拒拒死 受试探 被刀杀 披着绵羊山羊的皮 各处奔跑 受穷乏 患难 苦害 在旷野 山岭 山洞 地穴 漂流无定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这些人 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 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 若不与我们同德 就不能完全 基伯来书第十二章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你们与罪恶相争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你们又忘了 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 说 我儿 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又鞭打 反所收纳的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 是神管教你们 但你们如同带儿子 焉有儿子 不被护轻管教的呢 管教 原是众子所供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狮子 不是儿子了 再者 我们曾有深深的护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名的护 我们岂不 更当顺服他得身吗 深深的护 都是占随己意 管教我们 唯有万名的护 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反管教的是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 却为那经念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意 所以 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花栓的腿挺起来 也要为自己的脚 把道路修直了 使瘸子不致歪脚 反得痊愈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又要谨慎 恐怕有人施了神的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 因此 叫众人沾染污秽 恐怕有淫乱的 有贪恋世俗如以少的 他因一点食物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后来想要承受护所住的福 竟被弃绝 虽然豪哭窃求 却得不着门路 使他护青的心意回转 这是你们知道的 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 此生有火焰 密云 黑暗 暴风 搅声与说话的声音 那些听见这声音的 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 因为 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 说 靠近这山的 即便是走兽 也要用石头打死 所见的极其可怕 甚至摩西说 我甚至恐惧战惊 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 永生神的诚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有名路在天上 诸长子之会 所共聚的总会 有审判众人的 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必新约的中保耶稣 以及所洒的血 这些所说的 比亚伯的血 所说的更美 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弃绝 那像你们说话的 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 警戒他们的 尚且不能陶醉 何况我们违背 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 再一次 我不单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这再一次的话 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之物 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所以我们既得了 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 侍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 乃是烈火 西伯来书第十三章 你们为要长存 弟兄相爱的心 不可忘记 用爱心接待客旅 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 不知不觉 就接待了天使 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 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 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 想到自己 也在肉身之内 婚姻 人人都当尊重 床 也不可污秽 因为苟和行淫的人 神必要审判 你们存心 不可贪爱钱财 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 因为主 神说我总不偏下你 也不丢弃你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从前引导你们 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你们要想念他们 效法他们的信心 留心 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耶稣基督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你们不要被那猪般怪异的教训 勾引了去 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 才是好的 并不是靠饮食 那在饮食上专心的 从来没有得着益处 我们有一祭坛 上面的祭物 是那些在帐幕中 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 原来 牲畜的血 被大祭司 带入圣所 做赎罪祭 牲畜的身子 被烧在淫外 所以 耶稣要用自己的血 叫百姓成圣 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这样 我们也当初到淫外 救了他去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我们在这里 本没有长存的城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送赞为祭 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 嘴唇的果子 只是不可忘记行善 和捐书的事 因为这样的祭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要依从那些 引导你们的 且要顺服 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 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 有快乐 不致忧愁 若忧愁 就与你们无异了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 愿意凡事 按正道而行 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 使我快些 回到你们那里去 那愿是平安的神 就是那凭永约之血 使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 从死里护活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 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 在你们心里 行他所喜悦的事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弟兄们 我略略写信给你们 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 你们该知道 我们的兄弟提摩泰 已经释放了 他若快来 我必同他去见你们 请你们问 引导你们的诸位 和众圣徒安 从意大利来的人 也问你们安 愿恩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阿们